今天我又来修士兵法了 兄弟们 感觉我正在慢慢向大佬靠近啊 技术那是步步高升啊 于是 今天我选择了这张图 大佬的诞生5.0 第一图都叫大佬的诞生了 那通关之后 我肯定跟大佬沾点边了吧 今天咱们就来当一回大佬 挑战一下大佬的诞生 游玩人数9.3万 通关率3.77% 很难啊 兄弟们 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进入游戏 第一关 钩子钩平台三连跳 我钩 跳 再跳 怎么还有加速台啊 上面还有一个穿成球 但是我已经不是曾经的我了 嘿嘿 帅不帅兄弟们 第二关 钩子加弹跳台 看来是钩墙啊 没啥难度 看我起飞咯 钩子勾住 不对啊 这么远 这档也勾不去吧 把箱子放在勾动的板子后面 有点意思 直到原理的就简单了啊 看我再勾 往后面靠 哎哎哎 啊这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这还是挺厉害的 毕竟你们看 谁飞到了这个板子上面呢 哎呦啊这 脚滑了 没关系再来一次 这不就过来了 拿到箱子弹飞 然后垫脚跳 还是滚蛋跳吧 不怕距离不够 哎呀又是今天的飞过头了 没关系咱们继续 看这个距离正常垫箱子 应该是过不去啊 咱们直接滚蛋垫箱子 跳 再跳 拿到传统球 直接扔出 然后一个前扑 直接来到了下一关 这一关现在来说 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垫箱子跳 中间过一个障碍 前三个箱子造具 听得跳慢一点 后面这三个呢 你就怎么快怎么点 框框跳就完事了 来到下一关 这里跳到第一个电子 拿到箱子 跳到侧面弹飞 调整世界 然后垫箱子 接滚蛋 跳 再跳 完美落地 前面是拿钩子弹板进门 过来的瞬间 直接往侧面出钩 荡过来 拿到传统球 直接扔出去 一个前扑到下一关 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啊 这里有两个点 一个弹跳板 和一个传统门 我们需要先拿到一个传统球 然后扔到弹跳板上 然后再拿一个传统球 扔到下面的传统门 然后穿过第一个传统球 弹飞 钩子直接勾 然后被第二个传统门传走 挡过来拿到传统球 直接扔出去 然后接一个前扑 来到下一关 猛不猛兄弟们 这里有两条路 一条是左边走果冻 简称懦夫之路 那咱们肯定要走 中间这个男的呀 看我拿到钩子 直接起飞勾住 然后过来拿到缩小牛奶 然后快速变小 不要碰到两边的红色区域 再点击滚蛋模式 弹一下 然后再弹一下 完美落地 这一关感觉不难啊 不就是加速过渡木桥吗 非常简 这个老六在中间 还放了一个挡板 不过依旧是难不倒我 这不就过来了吗 然后来到最后一关 这里给大家的建议是 尽量往弹板的右边走 拿到传统球过来 然后把球精准地 扔到对面的弹跳板 我们脚下的平台会消失 拿到钩子快抖 传送过来 弹飞 建一个钩子 挡过来 完美落地 学弟们算不算 这张图就这 就这 就这 你们承认我是大佬了吗 学弟们觉得这操作可以吗 可以的话就长按点赞 加关注支持一下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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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